其實我當時戀上你的床是03年 當時都比較害羞一點 沒那麼多勇氣去跟前輩說話 那時候 現在好一點 現在成熟一點 那時候都不知道聊什麼 都沒有話可說 那時候真的很小 覺得小到 除了嗨和嗨 還有一般你都聊得上 一開口就會露底 差點要問他喝奶味 小到吃奶味 沒那麼浪費 現在會有多些共同的話題 差很遠 對 對 又有些普通朋友 對 感覺真的很不同 真的有一點看著阿薩大 對 還有 始終他在現在 他這行的經歷都不是淺 變了 覺得他整個人是成熟到一個程度 其實正經一點都可以聊到 聽到 對 對 還有我覺得 一點點想不到 就是他比我想像中 一個人 是成熟過他的外表的 他 雖然好像防腐劑 但是 他聊天 或者我 留意他平時 說話的表演 或者他跟別人相處 其實都是成熟 就是很顧及別人的感受 一個人 當一個人很願意顧及別人的感受 你跟他合作就很舒服 所以跟阿薩合作是很舒服 謝謝 阿薩覺得Sandy 好嗎 很好 他 我覺得他的好 不是只是工作合作的好 我經常都記得他 那時候 大家不是很熟 自己面對一些人生的 不是那麼開心的時期 Sandy是透過 我忘記 透過 總之透過大家一些中間的朋友 然後就 拿了我的電話 然後他鼓勵我 親自打給你 初初傳訊息 我覺得很好 為什麼會這麼好 很主動 不是 而且很感動 那一刻是覺得很好 甚至大家又不是很熟 但是他又會很關心很多人 嗯 我始終大了他這麼多 我覺得人生經歷不豐富一點 很多時候 我性格是比較這樣的 尤其是可能自己有經過過瘋狂 我就比較敏感些 哪些人這陣子會開心些 或者覺得他這陣子可能 經歷一些情緒的不開心 或者有些事未必解決到 那我就很願意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感受 我是過來人 又或者是給一些鼓勵 我還記得有一次 你和阿嬌上了 上了你的家 對 對 為什麼 對 都是那幾個 都是那些 真的有 那次是阿嬌還是你 那次是阿嬌還是你 我記得了 你帶阿嬌心去 那些鹹蜂蓮的東西 他真的上了我家 我記得 對 即是阿嬌有問題 你帶阿嬌去找阿嬌 不是 總之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有一個問題 對 總之他就是啦啦隊 對 對 幫你們打氣 安慰你們 開解你們 對 社工 聊聊聊 那現在是 有些common friend 對 又會上來我家 那我們又會約出去 嗯 是不是又增肥了 對 那我稍稍增肥 十磅八磅 那螢幕上會 就是輕輕有些肉 因為其實有幾場 有一兩場love scene 那我就希望 我希望整個人的形體 是沒有這麼像舞台的 我好肌肉 好骨感 我希望 是有看那些love scene 或者整個角色上面 那個身體狀況 都比較有別於平時舞台的自己 那麼 增了十磅八磅 有些肉的 尤其是 有一兩場戲 就是要脫衣 就是這樣 就是見了一些位 那就是那些 有些肉 手臂有些 有些肉 震震一下 我覺得挺好 效果不錯 一個這麼難的角色 但我覺得 我對於自己這次的拿捏 很有信心 因為我的preparation 做多了 我覺得很有時間 給我做很多 preparation 這部戲 當我拿著劇本營 的時候 我甚至在家裡可以 每場戲 我在家裡已經做了幾次 其實可以提早 預早 就是prepare了很多片 那變了去到現場 我很有信心 每場戲都其實很信心 滿滿去駕馭 就完全沒有戰經的心情 令到我 那個發揮 我覺得很治癒 很舒服 那那個界線去到哪裡 那個love scene 就是可能bra 那對我來說 都少少大膽 拍攝的時候 就脫下一個bra 其實我經常做運動 都bra talk 我就很自然 覺得當自己穿bra talk 就是我很習慣 我穿運動 都是穿這類的衣服 我就沒什麼很尷尬